这个男主是真的爽到 坐在临座的俄罗斯混血美少女 一直都以为他听不懂而不停诉说爱语 可谁知他还真就俄语精通 少女的小心思早已暴露无遗 尽管会在她的面前羞涩脸红 但平常的九条爱丽莎可谓是高领之花 学年第一体育权能 还是学生会干部 无论对上多受欢迎的学长搭讪 也都能面不改色 实在不是一般的强大 但他之所以有如此表现 其实只是因为早已心有所属 而他重义的人 当然就是临座这个正在补教的游戏宅 他可不允许男孩不搭理他的早安 一脚过去才成功吸引了注意 其他同学都只能叫他的姓氏九条 但男主却可以称呼他的昵称爱丽 只能说这双标的待遇 早已说明一切 男主果然又是熬夜看翻没睡好 在外加给阿宅朋友电话输出两小时感想 想劝他早睡真是从来不听 爱丽也只能无语地吐槽他笨蛋 一看男主还颇以自己的宅宅热爱而自豪 简直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笨蛋 不过他看似毒蛇的日语下面 藏着的却是俄语的小娇羞 一听被夸可爱男主都傻了 然而他又只能装作听不懂 每次都让女孩自己胡乱解释 反而更显得他像个傲娇 今天他的化学书又忘了带 还得拜托他亲爱的同桌一起看 不过到了真上课时 他却困得频频点头 令女孩不禁想恶作剧把他戳起 发出那么大动静 老师还以为他是想主动回答问题 可他本来就连哪道题都不知道 爱丽大发慈悲地给他一指 结果却是华丽丽的错误答案 等到爱丽自己起身 才在老师的满意目光中答对 怎么还有人会故意提醒错误答案 但这就是属于爱丽的小脚侠 谁让他自己上课睡觉 但不管什么样的他 爱丽都还是很喜欢 再次被爱与轰炸 男主红着脸但也不敢吱声 天知道他全都听得懂 还要刺刺装傻 到底是忍得有多辛苦 小学时他曾为了一个少女恶不恶语 从此就拥有了母语水平 谁知现在竟会遇到这种奇妙的情况 但是到如今早就错过了坦白的时机 真不敢想象对方在知道真相之后 会不会害羞到再也不敢面对他 但总之今天的他 也在默默享受着无尽欢愉 一下课男主就迫不及待拿出手机抽卡 看着他对出货的可爱女角色发电 爱丽忍不住一把夺过手机 结果这位稀有角色银发阅读 其实就和他有着七八分相似 爱丽忍不住气鼓鼓 明明他这个现实的美少女就在身边 虽然他根本就是在用俄语闹别扭 表面上却还是只吐槽男主是个游戏废人 那男主也有话要说 他可是林克达人 不是那些真正的众客废人能碰瓷的 不过爱丽照常呛了回去 大概谁都不想和男主相提并论 今天要论嘴硬果然还是爱丽赢 中午的食堂 学生会的九条姐妹与周房有希三人组 永远都是全校学生的瞩目焦点 但可惜的是 这三人也全都是告白拒绝专业户 九条玛利亚姐姐总表示自己已有男友 而剩下那两位 却都和男主关系甚好 一想起这个 男生们就不禁对他羡慕极度恨 尤其是被誉为孤高公主殿下的爱丽 除了男主他基本都不和别人讲话 有希这位大小姐倒是看着和善 但拒绝的男生却比爱丽还多 而一注意到男主的视线 有希就主动走了过来想坐到一起 点的拉面还和男主完全一致 就连两人的口味 也是相同的无辣不欢 眼看两人在一起相谈甚欢 爱丽有点小不爽地跟到了对面 结果这才知道他们竟是青梅竹马 一直以来都在上同一所学校 男主倒是更好奇有希和爱丽关系怎样 有希坦诚他这边是很想和对方当朋友 而爱丽一听他这么说 倒也没表示出有多抗拒 这美少女竞技花园的场面实在太美 其他两个兄弟都赶紧跑路 只剩下男主一人身陷修罗场 可惜他始终没这打算 有希特意在话语中透露 男主和他曾在初中担任过正副会长 虽然男主只是应有希的邀请去组队帮忙 但爱丽却更觉得自己就像个局外人 用俄语撂下狠话后狠狠灌了口红豆汤 空气中的醋味简直突破天际 就算吃完饭爱丽仍是耿耿于怀 没想到男主还有女性朋友 不过男主秒速直求克傲娇 因为在他看来 爱丽当然也是他的女性朋友 一句话就把小姑娘哄得心花怒放 回想起过去的经历 男主之所以现在俄语听力那么好 就是为了和一个金发的俄罗斯女孩交流 可惜因为多年未见 男主都忘记了那女孩的名字 隔天早上的值日声 正好是这一对冤家同桌 没睡好的男主特意提早过来 把活一股脑干完 等爱丽到笑时 就已经只需要查收成果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嘴毒傲娇 常年熬夜的男主居然会早起 太阳漠不是打西边出来 话是这么说 但上午的其他活他也会承担 这时男主注意到 女孩的一只白丝上全是污渍 这原来是被路边卡车溅起的水花弄湿 本来他只需要去柜子里 拿来备用的丝袜换上就可以 但回想起昨天和有希的交锋 爱丽还是感觉有些不甘心 如果和男主一起进学生会认职的是他 那该有多好 所以他也开口想要邀请男主进学生会 可也被果断拒绝 既然如此他也不想抢求 只是面色如常地把丝袜脱了下来 本来他是很坦的 不过男主却别过脸开始娇羞 这可是没怎么见过的景象 爱丽立马就起了恶作剧的小心思 开始特意给男主美食特写 还想让他帮自己去取袜子 被这么故意撩拨男主人都傻了 但还是乖乖赵左 而爱丽的攻势可是还没完 下一步就是要求男主亲手帮他穿上 这次他真蹦不住了 怎么就突然开始给他奖励 爱丽也直言不讳 这就是帮他拿袜子的感谢 难道男主不喜欢 他虽然还想再装 咱们证人君子没那种特殊爱好 但身体已经擅自答应下来 更别提女孩又开始用俄语遮羞 这对他来说何尝不算种奖励 都这样还能忍住那就不是真男人 虽然这俄语娇羞的play实在奇怪 都让他忍不住觉得 爱丽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暴露品 但既然他也有开心到 那还是不要深究比较好 他照例装傻询问女孩刚才说了什么 而爱丽则开始故意挑衅 表示刚才那句的意思是嘲笑男主窝囊 这一招激将法效果拔群 男主立马就抄起女孩的眉腿 开始享受他应得的奖励 说实话爱丽还真没想到 男主竟然真有胆子这么干 这下风水轮流转 拱手瞬间一试 开始慌万逃避的变成了他 虽然只是帮忙穿个白丝 但却越来越煽情 到最后男主这么一套 却瞬间碰到了不该碰的部分 应激的爱丽本能抬腿就给了他一脚 可是更刺激的东西却顺势尽收眼底 只能说男主这波不亏 反应过来的爱丽还不知自己已被看光 只是赶紧起身加紧跑路 经历过早上这一遭的男主 感觉自己的XP系统好像遭到了大篡改 他连忙向同为阿宅的妹妹悲伤宣告 原先那个指蒙殴派的他已经死了 现在重生的已经是足控正经 而妹妹也是很给面子 表示足控腿控确实是好文明 不过现在更大的问题还是 爱丽自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躲他 下课后也是溜得飞快 男主连忙追了上去 但一看到他 爱丽就很不客气地用俄语开损 变态足控色狼 这话让男主脸一黑 却也无法反驳 但其实爱丽也没有真的生气 反倒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他那一脚确实是狠狠把男主踹飞 男主不禁又回想起那一脚下的美景 有些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爱丽一看还以为他真受了伤 赶紧想过来查看情况 结果男主却在慌乱之下 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两人一时面面相去 爱丽总算是明白过来 这次的他是真射死了 男主的鞠躬道谢反而更让他来起 又打了一拳之后 就开始俄语怒骂脚底抹油 这两人当场就上演了一出 位于学校走廊的追逐站 爱丽的体育权能 看起来怎么全用在这里了 但最后总之还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两人活活绕了校舍两圈半 才终于消停下来 不过男主之所以非要追上来 归根结底还是只想诚心道个歉 刚才他的玩笑太过头了 而爱丽也是满脸无奈 诉诸暴力他也有不对 男主看到他这么可爱的反应 忍不住掏出一瓶红豆汤吸引大爆发 这是他特意买来给公主赔罪的 看他平常似乎很爱喝 这种小细节总是能戳中女孩子的心 爱丽一下就又被哄得服服贴贴 顺势便接受了他这点诚意 而且还又开始飙俄语 问男主要不要一起喝 天知道这是他最忍不住想暴露的一次 要是答应下来那起步就能间接接吻 可惜他终究还是没有勇气 明明就完全听得懂美少女的爱语 不过今天也是认诵装傻的一天 今天学生会要收拾仓库 有希特意把男主也叫了过来 两人开始熟络的寒暄 给旁边的爱丽看得一阵翻白眼 恶狠狠地说道 抱歉打扰了他们两个 男主深叹口气 总之他是真心要来帮忙 他从高处帮有希搬了桌游下来 之后他们在学员计摆摊时会用到 有希之前还在新学生会的就任联欢会上 得了桌游冠军 看他们聊得这么开心 很明显有人酸了 让他们能不能别聊天好好干活 给男主听得羞耻的爆炸 可又只能装不知道 而爱丽更是自以为隐蔽变本加厉 这下变成有希在一旁看戏 这两人到底在玩什么普A 等东西都整理完毕 学生会长走了进来 他对男主的优秀早有耳闻 而男主也默默观察着他 不愧是会长 果然很有领袖气质 他刚转身欲走时却被会长拦住 既然他都特意来帮忙 会长不请客吃顿饭实在说不过去 男主当然是想拒绝 但却被有希无情拆穿 反正他回家之后也没东西吃 底库都快被扒出来了 至于有希怎么会这么多 那理由肯定还是因为青梅竹马 会长见状便表示 那不如在场的几人都一起来吃 虽然他也只请得起家庭餐厅 希望众人不嫌弃 他是真心觉得男主挺厉害 他本来都没想到今天就能把活搞完 有希立刻趁机在一旁狠狠夸 男主可是神人般的存在 不仅能把体力活和文书工作一手包办 甚至还很擅长交涉谈判 这话会长可不能当作没听见 第一反应肯定是想招揽这个人才 这进学生会的邀请 听得他耳朵都齐检子了 男主依然不为所动 初中实在当够了 而且就算高中的学生会 真能为以后的就业升学带来好处 他也没什么远大的目标 所以没兴趣 有希仍想趁热打铁 再次和他一起工作竞选不好吗 但男主实在无奈 别说他是真的不想 就算没有他 有希不也一样能轻松成为下任会长 但这次还真就不是 毕竟艾莉也同样会参选 明年的两人就将是竞争对手 四人吃完饭后散伙 会长与有希走一边 而男主则要送艾莉回家 虽然他扭头说道不需要 但男主当然不会理会他的小傲娇 不过很可惜 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等到男主回家时却赫然发现 玄关处有双制服鞋 果然是有希擅自跑来了他家 宅家扎起马尾的他 终于完全暴露出宅有真面目 而他的真实身份也令人大吃一惊 他望着手头的恋爱漫画感慨 一般突然出现在主角身边 长相还有七八分相似的帅哥美女 那不一看就有血缘关系 没错 虽然周房有希与男主姓氏不同 而且还在学校一直用着青梅竹马的设定 但实际上他却是男主货真价实的青妹妹 他还试图狡辩 青梅竹马不就是从小玩在一起的人 那兄妹怎么就不能算 无论青梅竹马宅友还是青妹妹 那都是可以共存的身份 只能说明明知道是歪理却也难以反驳 这时他手头漫画的展开 肯定会揭露两人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有希却坚定地表示 男主还真是一点都不懂 隔天早上他就来以身试法 亲自坐到男主身上叫他起床 虽然当事人压根没有享受的模样 只觉得这是赤裸裸的家暴 但他嫌弃的模样只让有希更叛逆 他不但不想下去 下次还想搞出更夸张的恶作剧 最终男主还是屈服出门 两人今天约好了一起逛街 望着自己喜欢作品的剧场版 要不是有男主拦着 有希差点没去刷一遍又一遍 他们之后可是还要买衣服买周边 而等到真来到服装店 有希才开始对自己的钱包感到痛惜 而这时男主突然注意到 旁边好像有个银发美少女 正在暗处偷偷观察 有希当然也早就探测到了熟人视线 语气和姿态都悄悄变成了平常的大小姐 默默注视着两人约会的爱丽 还完全不知自己被发现 结果就是被有希突然回身闪击 既然都被搭了话 那她也只能扭捏地从墙角走出来 装傻说是偶遇 都出来买衣服真巧啊 虽然兄妹俩根本都对她的跟踪心知肚明 有希有些坏心眼地提出邀请 要不要三人一起去吃个午饭 男主一听不经大惊失色 他们两个期待的地方 可一点都不适合爱丽 虽然她本意是想关怀女孩 但爱丽听在耳朵里 却只觉得更加不爽 什么她不能去的小秘密 而有希却依旧笑意盈盈 询问爱丽能不能吃辣 爱丽此时并不知道前方真是地狱 还以为只是甜口咖喱那种程度 谁知这对兄妹是真的口味相似 无辣不还 想来的这家店 竟是个变态辣辣面馆 虽然男主也提前做了预警 但看着这从店面就开始地狱辣的装潢 爱丽还是感觉大为震撼 可看着有希一脸的坦然 她也只能强撑着不甘示弱 男主还是希望爱丽别逞强 但见在弦上已经不得不乏 这家店就连菜单上也全是地狱字样 完全看不出到底点的是什么 有希还特意贴心解释 基本就是辣度的不同 眼看男主选了经典基础款 爱丽也连忙跟上 而有希也表示加一 最后他们一起来了三碗血池拉面 在等面上捉的这段时间 爱丽偷偷朝着对面瞧 没想到有希的私服意外的很帅气 而有希有意逗她 故意偏向男主表示 放假当然就想换个风格 而且她今天可是和男主一起躺在过同张床上 虽然她说的还真是事实 但不明真相的爱丽脸都黑了 有希仍然没有停止输出 还特意展示起了身上男主的衣服 这让人想不误会都不行 男主只能苍白无力地解释 是有希擅自跑到他家来干的 要不是拉面上桌 这修罗场真要爆发了 但爱丽一看到这个真血池 之前的话题顿时吓得全忘了 只能说谁让他逞强飞要来 现在也只能自己受着 然而他能吃辣的程度真是很有限 一口下去就沉默了 可表面还只能继续装作无事发生 看得男主颇为无奈 兄妹俩是真的觉得这个好吃谈笑丰盛 但是爱丽已经忍不住破防掉小珍珠 用俄语又喊痛又喊妈妈 男主再次劝他别勉强 但他越这么说爱丽越欺虎南下 更别提还有一旁持续拱火的游戏 他怎么可能看不出女孩压根吃不了辣 不过腹黑的他就是不想轻轻放过 甚至故意拿出加辣的调料来挑衅 问爱丽要不要挑战一下 脸皮薄就是容易被拿捏 都被假想情敌说成这样他怎么能说 但这一滴下去受罪的还是他自己 哪怕都已经吃完半天 还是彻底失去着表情管理 有希已经自己去了周边店 还是给他们留了个二人世界的机会 爱丽很明显被折磨得不轻 但即使如此还在傲娇 男主只好主动给他找个台阶下 问他要不要吃冰淇淋 那这个女孩肯定是秒速答应 心情也是一秒好转 男主果然还是很在意 为什么爱丽会想去竞选学生会长 但女孩认为想上进不需要理由 想当所以就去竞选仅此而已 当然他们的学生会 也是要由正副会长一起竞选 而爱丽至今还没找到搭档 虽然他嘴上说是并不在意 到时候只要随便抓个人组队就行 但他的真心话却早已用俄语悄泄漏 他肯定是想要男主的陪伴 可这种竞争会让男主回想起过去 即使初中是他们兄妹是胜利者 对方的那种失败体验却也让他很难受 爱丽也没继续纠结这个 而是想让男主接下来陪他选衣服 男主很是诧异 他俩的关系何时已经突飞猛进到 可以陪着挑衣服的程度 但看着爱丽一脸疑惑的神情 男主恍然大悟 这难道就是文化隔离 或者没其他朋友的他意外的没常识 于是他只能答应下来 顺便反复暗示自己只是朋友 但他这突然温柔的态度 却让爱丽越想越不对劲 莫不是他觉得自己根本当不上学生会长 已经开始安慰阶段 什么企业级理解 气鼓鼓的他走进了更衣室 不过刚想脱就又想起 男主莫不是能在外面听见换衣服的声音 赶紧又把他赶得更远 才开始了美妙的时装秀 他先是选了超适合银发的淡雅连衣群 虽然他自己非常满意 但临出去又突然开始患得患失 要是男主没反应 他真的会很挫败 于是他又率先自我防御 摆出一张臭脸让男主给意见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很坦率自然地开垮 爱丽压根听不得这个 但他不知道的是 男主同样也在外面害羞的不行 搞得路人都发出感慨 这什么青涩的学生小情侣 两人垂地的姿势都是一模一样 不过爱丽转念一想 他为什么夸女孩这么熟练 难道这也都是因为有希 这让他微妙地燃起了些斗志 他也想尝试一下有希的帅气风格 而这当然又是得到了男主的满分评价 情绪价值拉满 男主这波可谓是大饱眼福 而爱丽也同样被夸爽 下一件事有些暴露的服装 爱丽肯定是有点害羞 一个小女孩就这样轻轻地碎掉了 用俄语念叨了句好想消失 给男主兄妹都给逗乐了 直到回去的地铁上 爱丽还是没清醒过来 等到两兄妹一起下车告别 他才又羞耻又困惑 等一下 为什么他俩就连下车都还粘在一起 热腾了一天的爱丽总算到家 姐姐玛丽亚立马跑来热烈贴贴 她很快便察觉到 妹妹的心情似乎不太好 随即温柔母性大爆发 她可太了解自家妹妹的口实心扉 绝对是遇上了什么事 见状爱丽也只好坦白 她是逛街遇到了男主和她的青梅竹马 姐姐闻言立马会议 怪不得总觉得空气中酸酸的 一提到男主爱丽就总容易激动 女孩当然是想反驳 但又一时无言以对 姐姐抱起小熊满脸欣慰 自家妹妹终于也是坠入了爱河 爱丽立马表示她俩不是那种关系 仔细想想男主之前的话 而玛丽亚则勾纯笑出了猫猫嘴 骗别人还行 但可骗不过姐姐 她可不信爱丽会缺这么多朋友 毕竟她应该最讨厌敷衍不认真的人 姐姐果然还是很了解她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毕竟自小开始 爱丽就深受他人的摆烂之苦 当时的小爱丽还在俄罗斯上学 和同班同学一起被布置了小组任务 最优秀的小组可以得到优秀奖 小小爱丽当然是跃跃欲试 一开始小组成员们还会主动分活干 爱丽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好 那天刚一放学 她就立刻去四周的店铺 开始了详细的调查 可等她都整理得差不多 却得知旁人甚至全都没开始 眼看离截止日期还有一周 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但爱丽却不可置信 收集完资料之后还要再整理优化 不然要怎么拿第一 本来其他成员并没当回事 结果却一眼看到她密密麻麻的笔记 认真程度令其他小孩大为震撼 他们不止做不到这么详细 甚至都懒得看爱丽的成果 女孩瞬间难受起来 明明是小组作业 为什么只有她在认真做 最后还得老是过来调停 他们也当然没能赢过 齐心协力的隔壁组 从那以后她就深受打击 不再相信任何团队合作 全都交给她一个人做就好 反正也没有其他人 会和她一样愿意尽全力做事 直到长大的爱丽再次回到日本 现在的同学们对她还是很热情的 她也愿意去应和他们的好奇与话题 而在人群散去之时 她才终于注意到了 灵桌的这个纠机百烂王 一款经典的学生时代睡神 直到爱丽叫她起床上课 男主才悠悠行转 这就是两人的初见 稍微寒暄了几句之后 男主就继续勾搭她的前排机友 那时爱丽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结果在之后的一段日子 她一度是越看男主越不爽 这人简直就是摆烂的极致 文化课课本不带 就连体育都完全装死 这是什么名校的漏网之鱼 直到校园文化剂开场 她才总算扭转了印象分 当时他们班决定要办个鬼屋 爱丽就开始准备衣服 就算其他人都放学回家 她也不肯停手 既然想好了绝不依靠他人 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她去看旁人的敷衍态度 比她自己辛苦还要难受得多 就算手指都被针线戳出血珠 她也绝对不想放弃 为此她即使孤身一人也在所不惜 这时英雄登场的当然正是男主 一看到爱丽居然还没走 她还有些惊奇 在干活这方面 她可谓是和爱丽截然不同的两个流派 一个只想着自己大包大揽 另一边却很擅长动员别人一起干 一看女孩油盐不尽还要继续做 男主只好坦诚 她其实搞到了集训宿舍的使用许可 只要能过夜团建 有兴趣来干活的人也会更多 她还托人拜托了缝纫社帮做衣服 所以现在爱丽这么急完全没必要 爱丽实在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方式 为团队合作做出努力 而男主最自信的 就是他最不擅长的人脉方面 他很懂人们彼此最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也经常能巧舌如簧地去说懂他人 虽然他本意是好的 但他那一句爱丽的独自努力没意义 确实是疯狂踩雷 女孩忍不住爆发了情绪 他只是想尽力把事情办好有什么错 反倒是旁人的墨鱼经常扯他的后腿 他也知道追求完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大家都不会像他这么拼命 可抢求别人不得 难道自己努力还不行 望着女孩的突然发难 男主的情绪却十分稳定 他理智地指出 但是女孩努力的方向错了 毕竟孝庆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而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的事 如果爱丽真想把活动办好 那就应该去思考 该怎样激发大家的动力 不过他也知道好为人是不是好习惯 突然对女孩说叫是他不对 他不该轻易说对方的努力都是无用功 一拳打在棉花上 爱丽也不知该做何表示 只能给他留下一个倔强的背影 但那之后在男主的推行下 合肃真的顺利举行 原来大家真的能一起同心协力 原来真正的团队合作是这样的 爱丽第一次成功融进了集体 与同学们笑得开怀 最终鬼舞也是成功举行 这波他们拿到优秀奖实至名归 等到孝庆结束时的舞会 独自坐着的男主本来还在感慨 从跳土风舞这点来看 他们学校还挺传统 没想到爱丽也没去跳舞 反而主动过来坐到了他旁边 像爱丽这种美少女肯定不缺舞伴 男主严重怀疑他是不会 不过爱丽直接否定 连芭蕾都会得他颇有舞蹈功底 只需看一眼就能学会 单纯只是不想去 才拒绝了所有邀请 男主不由善善一笑 不愧是孤高的公主殿下 这称号也太中二了些 爱丽这才知道 周围竟然对他是这种评价 就算不谈羞耻 他也有点讨厌这个称号 但讨厌的并不是孤高二字 而是公主的部分 现在他手头的一切 基本都是由他亲手努力地来 和那种没吃过苦的天真公主完全不同 不是他想自夸 但他确实生来就拥有过人的容貌和天赋 可他从未因此自满 也不希望他人因为天生的优势 而埋没他后天的努力 男主对他的想法表示理解 脸蛋微红的女孩文言 好感已经开始生出萌芽 他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率直的道义声谢 这次活动的成功 证明了男主之前说法的正确 如果他执意独自准备 现在肯定没法这么轻松愉快 除此之外他也要道歉 之前他说话的语气不好 不该随便迁怒他人 男主对此当然并不在意 他只是这次活动各部分间的润滑剂 要说付出的努力 他根本排不上号 但在艾莉看来 至少他非常在意 他的道歉不该以男主的大度为转移 如果男主愿意的话 可以要求他做见力所能及的事表示诚意 既然这样男主也不再客气 就是从这事开始 他提出了想直呼艾莉这个昵称 就如同他的家人一般亲近 艾莉一开始还没明白 这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要求 但男主却显得很高兴 结果他的吐槽却更让男主爽到 一转头 艾莉果然就又被其他男生为上 他们有想过来邀武的 也有想表白的 但他们也只能称呼他 九条或者艾莉莎同学 艾莉连连拒绝 但却依然被不依不饶地纠缠 男主见状 最终他们强强联手杀穿舞池 好感的种子 也就此在艾莉心中埋下 之后才有了这儿与普A的恋爱喜剧 时间回到现在 姐姐听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妹妹的恋爱史真是浪漫 艾莉再次解释 他们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但姐姐却更觉得磕道了 从朋友发展成恋人多么王道 她和当年的青梅竹马 也是这样过来的 可她这一掏出照片 你们姐妹的初恋怕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艾莉却还浑然不觉 也忍不住开始思考那样的未来 姐姐见她上道 也开始回忆自己的美好过去 然后被艾莉无情地禁止了秀恩爱 隔天男主再次走进学生会室 她已经快成了专职帮忙人员 这次是帮忙采购拿东西 玛丽亚今天会和她一起干活 于是特意凑近寒暄起来 并表示艾莉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 今后男主可以叫她玛莎 这刚一见面距离感似乎就拉近得很微妙 玛莎一开始还是游刃有余 却仿佛在凑近时意识到了什么 在得到答案后 似乎有了更深一步的猜测 要不是会长提醒 她都忘记了要放开手 玛莎连忙重新拉开距离 解释只是见到艾莉的朋友太激动 接着她还说了句俄语 故意用来试探 不过男主装傻的功力炉火纯青 倒是没让她看出苗头 两人只好无视发声开始逛街 玛莎又挑金油又挑娃娃 一眼就看中了一只酷似艾莉的猫玩偶 她立马开始奇思妙想 要不要在学生会试里 摆上每位成员的代表玩偶 男主忍不住脑补了一下 会长被毛绒玩偶包围 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最后这计划还是被男主断然否决 搞得玛莎颇为遗憾 不过她还是要把艾莉喵买下来 自己用来贴贴 经过这一番相处 男主有些难以置信 就凭艾莉的性格 怎么会有这么个随性的姐姐 两人逛到红茶店门口 男主主动提出要帮玛莎拿东西 于是她也将艾莉喵托付给了男主 这么一看她知乎何事 恨不得掏出手机拍照 好不容易干起正事 玛莎想询问男主对红茶的意见 可惜她确实对此道一窍不通 有些倒是跟着母亲学了不少 不过他们父母离婚后 她随父妹随母 眼见她陷入回忆脸色不太好看 玛莎赶紧前来安慰 她那莫名熟悉的温柔 不知为何让男主感到怀念又安心 可这背后的温暖好像有点太烫了 怎么连红茶杯都按到了她身上 气氛瞬间崩裂 但在她俩打情骂俏的同时 身后的艾莉喵也正在死死凝视 两人终于采购完毕 会长盯着玛莎怀中的艾莉喵 忍不住感慨男主跟着的重要性 她可太了解玛莎的个性了 就只差一步之遥 会长越发欣赏男主 再次诚挚邀请她加入学生会 不过男主却还是只想偶尔帮忙 玛莎提议要不她挂个名也行 但男主却有点好奇 温西总是很期待倒还能理解 为什么大家也都这么盼着她能加入 会长觉得她是小看了自己的能力 她在初中部当副会长时都做得很好 现在来当个干部可不是绰绰有余 可男主纠结的其实不是能力问题 而是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性 在齐位就要谋齐正 但她当时竞选的本意 就只是想辅助游戏 并不是真正想有什么作为 要说学生会的大家都很伟光正 那完全就是她想太多 会长当时可是比她还要动机不纯 之所以当会长 就只是想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耍帅 她展示了一个小胖蹲的照片 并且泰然自若地自爆 初三的时候她就常这样 男主顿时傻眼 没想到会长竟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为了爱情报改成温润帅哥 所以无论动机有多么私人 只要能帮助自己变好 就不用特别在意 她就是为了能追上现在的美丽女朋友 也是现在的副会长 才下定决心 一定要成为真男人与她并肩而立 而马莎加入的理由 也不过是被人邀请 以及单纯感兴趣 男主本就不必想那么多压力山大 动机是什么根本没关系 是爱情或友情都很正常 一路上留下的痕迹与成果才更重要 既然加入了学生会 只要行动是在为学生们谋福祉就好 常言道君子论计不论心就是如此 男主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原来他只是为帮助妹妹才进入学生会 并不算是可耻的经历 他难免回想起了 初中有息竞选时的身姿 过往的心结正被缓缓解开 不过他还是想再考虑一下 会长并不介意 烦恼可是年轻人的特权 这老气横丘的话 不由得让马莎吐槽起来 这学生会的气氛看起来是真不错 这时男主突然想到 爱丽怎么不在 原来他是正在调解社团纠纷 按惯例每年这个时期 都应该是棒球社使用操场备战比赛 不过今年足球社一样需要备战 他们就也想在操场训练 双方都寸步不让 棒球社这边 队长作为希望之星非常有名 甚至还上了电视会有球探馆 所以不能草率处理 本来平常都该副会长去调解 可惜他最近也很忙 男主不禁有些担心 毕竟爱丽并不太擅长 处理人际间的问题 他对这方面的经验严重不足 真的是很为难一个 刚学会融入集体的小女孩 明明只是面对着两个社团 却好像上了一个正经的谈判桌 而且气氛难免越来越不友善 虽然爱丽很想让他们都冷静一下 互相指责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道理谁都懂 但没有解决方案不就只能情绪发言 爱丽提到能把附近的河岸当作练习场 可问题又来了到底谁去呢 双方人员肯定都不想离开操场 争吵变得越来越激烈 爱丽实在面对不了这种场面 之前经历过一次矛盾 她就封闭了自己的心 现在竟然让她直面理解两帮人的心理 实在是太无助了 追求完美的爱丽 又想把搞砸的责任往自己身上归因 都是因为她过去从未尝试过理解他人 拒绝表达也拒绝了聆听 现在才连工作都干不好 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内耗 但这时如果没人拉她一把 很明显就会陷入到情绪的漩涡里去 想想也知道来救场的会是谁 最擅长处理群体关系的男主华丽登场 一开始她还只是想着过来看看情况 但事情发展果然如她所料 爱丽确实很难面对这种双方上斗的情况 本来多遇到这种情况 也算是一种经验值的增加 但她实在没法忽视 女孩本能之下的俄语求救 这可是在这里只有她能懂的 秘密的求助信号 她降临的模样 简直就是超人 一见她进来 两边人也是稍微冷静了些许 男主泰然自若地开口讲条件 现在的分歧点就是哪边走哪边留 如果考虑到移动人数 足球社确实更不方便一些 那么就让棒球社去河岸训练 但足球社为了补偿 也要派出一些人手去对面帮忙 本来两边还是对这个条件很不满意 但一看愿意帮忙的 是足球社的美少女经理们 棒球社瞬间哑火 美人计都用出来了 那他们确实无话可说 足球社的成员对此有点无语 但归根究底也是人家让出了练习场地 矛盾一下就被平息下来 既然双方代表都同意了这个提案 男主当即拍板定论 明天只要都再去学生会正式申请一下 这场矛盾就算圆满解决 这样的他看在艾莉眼中 简直就像英雄一样 完事后男主转头向艾莉道歉 其实他一开始并没想擅自出手 现在属于是绕过艾莉 自己把这事就解决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感觉颜面扫地 艾莉倒也不至于因此无能狂怒 这件事他本就处理不好 但他更没想到的是 棒球社居然这么轻易就同意了离开 看起来就像男主未卜先知 早就知道美女经理会主动提出帮忙 男主当然不是真的料事如神 他只是在人际关系和信息差上面 有着巨大优势 那个足球社的美女经理 其实正在和棒球社的队长交往 这对明星情侣的交往 在当时可是传得沸沸扬扬 只是艾莉不听八卦所以才不知道 原来这种信息也能形成一张情报网 棒球社的队长在争执时一直没说话 就是在关心着女友的立场 却也不能公私不分 至于女孩那边更是觉得足球社里亏 所以也说不出什么 男主的这个提议 其实只是给了这两人各自的台阶下 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推测 最终能多方共赢就是最好的 这就是调解的意义 艾莉今天又一次受教 发现会长正站在门边等着他们回来 这一手助攻打得不错 感觉发生的一切 全都在会长的计划之中 男主深叹口气 但这个坑 他确实是自愿往里跳的 既然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 最终他还是决定加入学生会 作为墨西略进绵薄之力 没想到还是没逃过学生会的魔爪 第二天就要开始正式报到做牛马 艾莉没忍住回头提问 男主如果真的想进学生会 那将来会和友希一起竞选会长吗 男主选择了反问回去 如果他说是 难道艾莉就会放弃竞争 很明显女孩不会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定会当上学生会长 哪怕对手是男主他也绝不会退缩 男主知道他总是这样直率 只能说这才是艾莉 所以这次他决定去帮他一把 艾莉一句话 男主就愿意赴汤蹈火 不再让他孤身一人 他会一直在身旁支持艾莉 这突然的直球 不由得让女孩热泪盈眶 他忍不住回握住对方的手 并吐露出了心声 但不知为何 男主脑中回想起的却是初恋的模样 没想到他事到如今 还能萌发出这样的情感 可艾莉又不傻 他那突然的一脸蠢笑 绝对是回想起了其他女人 男主这时才突然求生欲拉满 在告白剧情想到别人什么的 这可是恋爱喜剧的绝对反例 仅次于风和烟花生甚是喧嚣 艾莉猜到男主是在思念青梅竹马 但他公事对了结果却错了 他怎么会知道 在他眼里的青梅有戏其实是妹妹 而自家青姐姐却是男主的真青梅 不过他唯一确定的就是 男主心里还有其他女人 这不得上去来一个大逼斗 不过一个巴掌之后 还是得再来个甜枣 两人终究还是牵起了彼此的手 回想起刚才那个耳光的滋味 男主不知为何还有点回味 难道这对你来说也是奖励吗 两人说着说着 就又回到了互对模式 这样才更像是平常的他们 艾莉其实打完也觉得 果断甩一个耳光有点过分 但男主是真的不介意 不如说身为男人的经验值提升了 这种阵痛也算一种成长 没想到下一秒的艾莉 竟然用嘴唇在他脸上来了个冰服 一下就把满嘴跑火车的男主 搞到彻底失声 虽然女孩嘴上只说这是贴面里 但男主总觉得这触感不对头 艾莉却已经泰然自若地转身回家 只留着男主头一回如此风中凌乱 女孩的平静很明显也是装的 他本来就是典型的高宫低房 一想到他刚才说出的那句俄语的喜欢 他这才终于肯承认自己隐秘的心意 不过承认不到两秒半他又急了 赶紧又说服自己不是这样 先不说只是被气氛影响 就算他真的喜欢上了男主 现在最该做的也是要当上会长 回应他的期待 好不容易关系进展到这一步 如果突然表白导致男主离开 这反而是他难以接受的事 脑中告白悲剧的妄想小剧场 她的心意 马莎回家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姐姐并没多说今天逛街的事 只是捧起了可爱的爱丽妙 她壮弱无意地提到了男主 总觉得开始理解 爱丽为什么会喜欢她了 看见妹妹依然不肯承认喜欢 姐姐忍不住发出了忠告 如果喜欢男主可要早些下手 等到被人抢走那就晚了 男主在回家路上连连懊悔 怎么就被气氛裹挟 突然就让自己上了贼船 但她更在意的还是爱丽 她发自肺腑的那句喜欢 这让她难免开始怀疑 平常的俄语游戏 也并不是她单纯的暴露品 而是多少沾点真情流露 但想了想她还是放弃了自作多情 万一想多了岂不是很甘大 爱丽肯定也像她现在一样 理智回笼后羞耻的难以置信 曾经有一种说法 一个温柔的人 不是原生家庭太幸福就是太不幸 而男主当然就是后者 父母闹离婚 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过巨大创伤 这导致她对恋爱也没有什么期待 连她自己都想不到 有天她会主动要去支持谁 明明她曾把周房家的重担全都甩给游戏 结果她刚想到妹妹 妹妹的鞋就又出现在了她家门口 男主想想也不无道理 今天她可是刚被坑着加入学生会 游戏在里面有些操作也是正常的 可谁知 当然这完全就是游戏故意的 男主赶紧想要转身溜走 但却被逮住了命运的后搏梗 只能继续听妹妹是想说什么 游戏立即再次发动了垃圾化调戏模式 他们兄妹明明长期处于同居状态 却从未发生过更衣色狼事件 所以她一定要在今天补上 男主真受不住她这死宅属性 非要把二次元骨科搬到现实里来 但游戏灿烂地对着镜头表示 她最知道屏幕前的大家爱看什么 这福利画面还不赶紧来个赞 不过玩笑归玩笑 其实游戏就是想奖励一下哥哥 毕竟她刚被坑进学生会 作为亲哥的男主 赶紧阻止自家妹妹的全楼道歉 无论是出于兄妹属性 还是出于她的性体 这都根本算不上奖励 比起全托 她其实是若隐若现党 游戏数据库中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男主到了现在只能承认 她这欧派心愿 刚刚还是目标明确地看到了局部春光 一番鸡飞狗跳之后 游戏还是自然而然的 进到男主房间里开始吹头发 她有点好奇哥哥具体是因为什么 才同意了加入学生会 要说起这个男主多少有些难以启齿 毕竟她刚刚投敌 已经决定了要帮爱丽成为学生会长 游戏瞬间标出表情包 果然C的飞机场还是赢不过毛妹的影 男主真受不了他大叔一样的心理活动 而且再怎么说 他也总不能对妹妹下手 虽然对方始终跃跃欲试就舍 作为真正的亲妹妹青梅竹马 游戏提起了小学二年级的久远回忆 那时他俩在游戏玩耍时 男主就曾对他极尽幸运色狼之能事 风平被害的男主连忙澄清谣言 渐渐计没得逞 游戏也只好狠择一声 男主可是最清楚的 那段时间的游戏是病弱状态 压根就一直卧床没法出门玩 还好现在的他 已经又是个活蹦乱跳的小可爱 男主吐槽他真没有中坚值 但游戏觉得他只是在男主面前活跃 胸控想让哥哥多宠宠自己 这有什么不对 妹控文言也宠溺地拿起了梳子 好吧他也愿意惯着 游戏还是难免感慨 那个没干劲的哥哥 竟然会主动和爱丽一起参选 不过这种发展也正合他意 兄妹对决可是王道剧情 男主本来害怕妹妹会寒了心 但对他俩互为兄妹控这个事实 游戏从来没有过怀疑 刷完好感后游戏迈向屋外 从今往后他们就是竞争对手 最后他还要留下胜利宣言 不管男主跑出去对谁心动 反正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被拆散 这就是骨科独有的大营特营 但游戏心里其实最为清楚 能让自家哥哥拿出干劲的含金量 这可是他拼命都没能做到的事 不过他可不会认输 第二天早上没被妹妹亲热唤醒 男主竟然有些怅然若失 他刚想着游戏果然还是会介意 怕不是正在屋里默默掉小珍珠 但貌似这也不是他的个性 结果他刚刚下床 游戏的恶作剧完全是变本加厉 完全没看出哪里失去了干劲 又成功摆了哥哥一道 游戏显得得意洋洋 可他刚得意一秒 就被床底死死卡住 只能又反过来求助男主 男主当场决定 要像对付真子一样把他塞回去 被充满男子气味的被当捂住 游戏又坐坐地尖叫起来 隔天早上的爱丽 并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昨夜他可是纠结到一晚上没睡好 今天难免一直很注意 门口男主的动向 总算是把男主盼来 爱丽却惊恶地发现 明明只是和平常一样的普通早安 男主近在他的眼中 他的状态微微有些不对 而且不知为何越看越帅 他赶紧让自己清醒一点 想也知道 他肯定只是又熬夜打游戏没睡饱 可今天男主还真就没有上课补教 人生的三大错觉之一 他的改变都是为了我 爱丽忍不住再次回味 昨晚男主的支持宣言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球场状态 仍然是众人眼中那个完美的校园偶像 不过男主那边就不一样了 差点被杀人排球干掉 让他没吃早饭的小身板雪上加霜 只能赶紧出来休息 爱丽为了关心他也不打了 赶紧走到旁边询问他是否有受伤 虽然男主说他没关系只是天热 但爱丽还是想亲手确认 他试图量一下体温 不过刚运动完的时候 实在不太能测出来 男主难免回想起昨天有息的话 毛妹的一此时正在她的面前 而比起运动服的又大又白 白发美少女突然扎起高马尾 显得她的魅力又翻了一个翻 男主更是看见了夜下走光 她再次坚信了自己的性体 她确实是若隐若现党 爱丽完全不知道 她刚刚对男主进行了多大的奖励 又恢复了平时的冷脸 但嘴上全是关心 要是热就多喝点凉水 美少女陪同喝水的场景 又把男主奖励的当场趴进水池 她要是再不物理降温 脸都要烧起来了 这时玛莎姐姐杀了过来 她很好奇两人在这里做些什么 男主默默望天 她总不能告诉姐姐 她家妹妹又白又大的运动服真好看 不过玛莎从不放弃上分机会 刚洗完的头当然要找个东西擦 她上手就开始直接帮忙 顺便给了男主一个优质视角 她终于体验了一次当狗是什么感觉 如果真能总有这种剧情 那当狗是真挺不错 小醋王爱丽赶紧拽过了男主 她嗅到了这两人之间的气息 似乎有哪里不对 被赶走的玛莎唯唯去去 但反正他们已经同属学生会 放学后还能再见 眼看爱丽阴沉着脸拉着她手往前走 男主还以为她肯定又要毒蛇 可谁知今天的女孩异常温柔 到现在还是在关心她 刚才男主突然冲水 爱丽还以为她是伤口痛要去冰敷 她的这种纯真实在可爱的景 可更让男主惊讶的 还是这份一反常态 难道傲娇终于走过了傲的时期 开始进入娇羞状态 没想到哪怕对着这种台词 爱丽也并没有反驳 她只是真的有些担心 一直看起来没精打采的男主 难道她表现的就有这么明显 这时候为避免气氛严肃 男主只好赶紧装傻 她没精神只是因为没吃早饭饿的 这真的会让爱丽觉得她很自作多情 原来就只有她一个人辗转反侧 对方的生活却还是一如既往那么开心 她温柔的眼神阴沉下来 男主顿感不妙 赶紧把上帝搬了出来 爱丽还以为她是想找借口神爱世人 但其实男主只是主动开始逃打 她是古希腊掌管求生欲的神 爱丽只能露出难以言喻的眼神 叫她打她还不打了吗 只是这不正经的懒人 白白害得她这么担心 她才不会喜欢这种家伙 而男主却有些放心 这才是平常的爱丽 放学后众人要齐聚在学生会 两人一同来到门前 却看到了昨天那帮被调节的运动社团 男主刚把门拉开 就发现了之前提过的 美人副会长的肃杀背影 一定是她的打开方式不对 根科赶紧把门拉住 她态度这么差 其实是以为刚才那帮人又回来了 她已经全听说了 可爱的爱丽学妹都去帮忙调节 他们却还完全不听吵个不停 那她肯定是要护短出头 虽然道理男主都懂 但拿出竹刀还是太过分了 不过对根科来说 她的拳头可能会打死人 但竹刀不会 男主文言只能苦笑 会长以后真的是有福了 不愧是被男生喊做大姐头的女孩 会长赶紧过来打圆场 她可爱的女朋友并不怎么使用暴力 这只是一种威胁方式 总觉得她在越描越黑 但这其实也都是他们秀恩爱的一环 虽然单方面挨打这事 好像也并不值得多么羡慕 马莎此时才刚刚来迟 她赶紧叫停副会长的行为 这时女孩才刚反应过来开始道歉 她总会拿捏不好力气 不小心做过火 男主很想吐槽她是什么战斗民族 但更牛的还是真男人会长 她的肩膀生来就是给对象锤的 这俩真的是天生一对 爱丽科的脸颊泛红 男主则是在旁边开始故意逗她 说些谐音耿冷笑话 马莎觉得只有自己被孤立了 一倍提醒 爱丽赶紧止住了笑声 但男主却主动认领 他俩的关系确实是铁 最后一位友希终于姗姗来迟 学生会众神归位 首先就是新人男主先站起来自我介绍 没错他就是新来的杂物 而且会在明年 辅佐爱丽参选学生会长 至于个人兴趣 男主则是毫不掩饰自己是个宅男 他作为新人的自我介绍结束 会长希望他今天就能正式上任 跟着马莎一起开始工作 毕竟男主早就有学生会的工作经验 一定能很快适应环境 看来这学生会是真的挺缺人手 这时友希突然插话 他想起有个活要去做 而且这次还会涉及预算问题 所以希望会计爱丽能和他一起去 怎么突然就和他扯上了关系 不过爱丽自然也不会推辞 两人一起离开 知妹莫如胸 男主总觉得友希是又想了什么坏主意 两人的走廊 爱丽尝试先行搭话 而友希也早就猜到他有话要说 二女一起来到了监控教室 爱丽果然还是很想亲口和友希说清楚 这回她会与男主组对着事 但妹妹也是不甘示弱 坦言昨天男主就已经跟她说过了 爱丽本来也没做错什么 所以也不必对她抱有歉意 毕竟这都是男主自己的选择 友希并不会对此产生怨言 虽然要说她真实的想法 那没被男主选中这件事 难免还是会让她感到遗憾 爱丽望着她有些落寞的神情 忍不住开口询问 友希对男主到底是什么感情 而且要远胜过其他任何人 甚至比起父母都要更爱 爱丽完全不知两人的兄妹亲没关系 当然是被瞬间震住 而当她被反问对男主的感情 却只能仓皇地表示是朋友 可友希怎能放任她继续逃避 直求询问爱丽究竟是否喜欢哥哥 眼看友希开始步步紧逼 她怎么能连说喜欢的勇气都拿不出来 虽然爱丽还是不敢坦然承认 但她唯一清楚的就是 她的确不想把男主让给友希 傅黑女孩终于如愿拿到了开战宣言 随即便若无其事地结束了话题 不知为何 经历了这一下开诚不公 两人的距离反而更加拉近了些 变成了能互相称呼名字的关系 至于玛莎姐姐和男主这边 反而是一派认真的在当活 男主本来还以为 日常性格散漫的玛莎会不靠谱 可实际上却工作能力超强 倒是这位运动型副会长 真是工作如其人一般的脱险 而会长对此见怪不怪 赶紧派火把她支了出去 她果然还是更适合人员调解类的工作 中场休息时间 玛莎主动提出要去泡个茶 红茶的话平常人加奶加糖都挺正常 但如果说加果酱 似乎就是俄罗斯茶的喝法 这么难得男主当然是想试试 玛莎还顺便打去会长 她是不是蛋白粉就可以 房间中一时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不过在男主印象里 俄罗斯红茶难道不该是冬天的饮料 其实每个家庭都不太一样 至少在他们九条家 因为妈妈喜欢 所以夏天也会喝红茶 玛莎察觉到男主似乎挺懂俄罗斯 那她肯定是要演示一下 只说她是和祖父一起看过些电影 但实际上她是为了与那个青梅女孩聊天 才会恶补俄语 可惜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男主却完全没意识到 红茶新鲜出炉 男主称赞了玛莎的手艺 这让她回想起了自己和有希的母亲 她好像也很爱红茶 玛莎的动作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这果酱居然不是夹在茶里 而是先闷一口再喝茶 她怎么连这果酱吃法也要与众不同 可惜男主这个辣党 实在很难点评这种甜党的乐趣 有希和爱丽这时正好出征归来 也都能蹭上一口新鲜的红茶 但爱丽比起关注这个 不如说醋根本就吃不完 虽然她的解释是在俄罗斯 年轻女性坐在桌角座位会倒霉 但先不提这说法是真是假 她实在是贴得太近了 而且超明显的在与对面的有希针锋相对 尽管他们只是坐在桌上一言不发 但男主还是莫名感觉这是修罗场 她连忙找玛莎搭话调节气氛 询问刚才爱丽的说法难道却有歧视 没想到还真有 不过所谓的倒霉其实是说会晚结婚 爱丽怎么突然开始注意这个 难道是有了心仪的结婚对象 那爱丽能乖乖认了就有鬼 没想到即使姐姐在场 她也还要娇羞飙鹅语 男主对此大受震撼 但下一秒更震撼的来了 爱丽这个大甜党真是超出她的想象 这致死量的果僵是怎么回事 忙活了半天 今天的工作总算结束 男主和爱丽再次结伴回家 看她这奇怪的状态 男主实在好奇有希和她说了什么 眼看路过一间家庭餐厅 男主心生一计 反正他们之后组合参选也要多加沟通 还可以顺便套套话 眼见她的盛情邀请 爱丽突然来了一句原来这不是约会 差点又给男主整个小路乱撞 接下来又是两大杯的甜党震撼 爱丽表示她只有多吃点甜食 心情才会好脑子也会赚得快 男主终于没忍住开门见山的询问 刚才有希到底是说了什么 但爱丽怎么可能承认 她立马转手为公 反问男主究竟有没有在和有希交往 这十妹骨科怎么可能 男主差点一口喷出来 虽然她不能明确说明 但必须得向爱丽澄清 有希的本性比起淑女其实更像小恶魔 不管她说了什么 本意大约都是为了捉弄 对面越慌张她就越开心 所以别太在意 接着男主把话题引到正式 按目前情况来看 爱丽完全赢不过有希 毕竟她特别了解对方的强劲实力 由于之前陪同参选 男主也很了解竞选流程 按理来说 学生会应该都会有三组候选人 当年有希的竞争者还要更多 只不过那一半人经历学生议会 后来都退出了竞选 这时候就要交给男主科普 所谓的学生议会 就类似于学生间的辩论大会 比如说昨天的那种体育部冲突 如果实在调解不成 就会上学生议会 爱丽真怀疑自己的学要补别上 她完全不知道这种设定 而今年比起往年也是很不寻常 大家似乎都是见到有希要参选 就都提前早早放弃了 本来爱丽是想向男主虚心求教 但她越说有希厉害 爱丽就越吃醋 干货讲解也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内心变得一团乱麻 眼前这乱咬的吸管 大概就是她心情的具象化 本来男主还在思考 这次的选拔应该能相对公正 却发现爱丽正在大吃特吃 看起来完全没在听她讲话 爱丽傲娇地背过脸去 谁让盛代比她刚刚讲的话吸引人 这种被对方完全影响的心情 她也想让男主那边体会一下 于是她就故意开始引诱 要不要和她共用一个勺子来一口 男主又不傻 这明显不对劲 可是在爱丽的步步紧逼之下 她甚至都敢扯谎说 这在俄罗斯很正常 男主终究还是没忍住 乖乖张开嘴被投喂 围观群众纷纷表示这狗粮吃饱了 男主为稳定情绪往外遗忘 却正好看见了眼镜妹鼓山 爱丽轻渴两声把她换回来 虽然说是要和有希竞争 但硬碰硬肯定也不是明智之选 最好是用与她不同的方式争取选票 至于男主能提供的具体做法 现在的会长就是个好例子 在去年的竞选之中 她就是依靠独特的战术出奇制射 原先是个坏学生小胖子的她 如今却来参选学生会长 这样的人物形象 当然会让校园小记者很感兴趣 这样现实的励志逆袭故事大家都爱看 就是这让会长的人气水涨船高 最终赢得了很多选票 爱丽陷入了沉思 难道还要编个特别的奋斗小故事 不过这两人虽然嘴上在谈正事 意识却都被那个共用的勺子吸引 一起奇怪地陷入了沉默 最终还得是男主灵机一动 他再点些别的套要份餐具 不就能解决这尴尬的问题 不过这个行为还是太明显了 让爱丽得逞地笑了起来 但男主并不觉得 在这方面纯情是什么坏事 倒是爱丽到底是怎样 才能对间接接吻如此面不改色 迎面而来的 又是爱丽选手的娇羞议攻击 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编故事 男主让爱丽多加注意上 办学期的结业时 这段学生会干部的致辞时间 就将是他第一次 在全校面前发表证件演讲 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爱丽思考着该说什么好 但男主确实觉得 即使他不去刻意编造 爱丽本来也已经十分努力 现在的人气也并不低 被戳到了的爱丽又偷偷讹语撒娇 男主忍不住感叹 就是这种地方简直可爱的不行 虽然这盘辣菜只是为了勺子点的 但没想到这辣度 居然还挺合男主心意 爱丽看他吃得津津有味 又一次显现出了致命的好奇心 两人的心思顿时百转千回 爱丽并不想让男主发现 他俩口味不合 虽然男主其实早已明察秋毫 但他正在思考 要不要继续装傻 眼睁睁看着他嘴硬 吃下一整根辣椒 这样真的好吗 小恶魔有息与小天使玛莎 两个意识开始在男主脑中打架 最终还是小恶魔更胜一筹 毕竟爱丽被蜡哭的场景 实际上难免让他有点小兴奋 最终女孩也是不出他所料的 给了他超可爱的反应 回去的路上男主不经心虚 但爱丽却没有过多纠结 她现在很好奇的是 如果没有男主 有息又会找谁做搭档参选 男主倒是对妹妹的人气并不担心 而且理论上她选谁都没差 但回想起刚刚看到的眼镜妹 这位原来就是曾经有息 最强力的竞争对手 如果有息选她 那情况恐怕就会有些棘手 现在就要看她具体会怎么选择 可等有息真正下了这一步棋 男主却怎么都按不住震惊 居然连小女仆灵奶都被她找了过来 也表示要成为学生会的新任杂物 这两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妹妹的这个小女仆 每次冒头都仿佛忍者一般隐秘 虽然她始终都是一副无口的冷淡样子 对男主该有的礼貌寒暄是不能少的 但她真正的目的还是质问男主 为什么要背叛有息 而是选择和爱丽组队参选 其实对此不爽的不光是她 就连周房家当家都注意到了此事 并提出了不满 男主在她眼里就是抛弃了周房家 现在居然还敢和有息作对 男主一想到这老头就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她不允许自己自称周房 两人也不必在外不敢宣布兄妹身份 不过这次过来说这个 道全都是灵奶自己的意思 她只是很想知道 任何与有息敌对之人的真实意图 而她一开始其实完全无法相信 某天在这个位置的居然会是男主 但很明显她之所以会这样 只是因为被爱丽打动 本质上并不是想故意针对有息 但在灵奶看来事实就是事实 男主就是在明知会与有息敌对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了和爱丽的约定 她要这么说那男主也没法反驳 只是希望灵奶能转告当家 她这熟悉的护妹狂魔的姿态 终于让灵奶稍微掩齐吸鼓 男主就只是这次没帮妹妹一起参选 但她对有息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永远都是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 能有灵奶这么忠心的身边人 她也很为有息高兴 总之灵奶这关总算是过了 回到教室 男生们偷偷掏出了好东西 机友们指着上面的一群泳装女孩 询问男主光看脸最喜欢哪个 结果她竟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玛莎类型 这难免让机友们想吃口瓜 那男主可得赶紧和玛莎本人划清界限 毕竟她对外一直都宣称已有男友 机友们有些怀疑 自从她进学生会 感觉就和那些女神们越来越接近 男主刚红着脸解释 她和玛莎不是那种关系 就被爱丽的背后灵盯上了 结果就是她拿着好东西的场景 被爱丽撞了个阵阵 爱丽句句话语带刺的讽刺男主 但其实很明显只是在生闷气 偏偏机友哪壶不开提哪壶 既然男主不爱玛莎那有稀又如何 这一个她当然是拒绝得更干脆 她还没想要被德国骨科打断腿 要真说喜欢的类型 大概就是能当成朋友相处的女孩 可谁知男主心里浮现的 却又是儿时的姐姐 男主再次补充道 她很喜欢笑容可爱的女孩 这一点傲娇爱丽实在自叹妇孺 再加上机友们的补刀 眼神总是很冰冷或平时态度太差的 那果然还是不行 爱丽只觉得简直像被指着鼻子骂 男主也察觉到了什么 赶紧让他们闭嘴 既有文言倒是有眼色 连忙解释但是爱丽女神颜值高 可是只夸脸对爱丽来说 一样可谓是莫大的侮辱 她这人只有脸蛋可爱 实际的个性却冷漠毒蛇真是抱歉 说完她就把好东西收走 只留男生们独自悲伤 那边的友希和灵奶也正在谈话 灵奶最终判定男主果然还是没变 还是她最敬爱的魅空大少爷 虽然她不会放弃和爱丽搭档竞选 但内心却还是狠护着友希 而且从她的口气看 就好像很确信最后会是自己赢 反正要先护着自家妹妹输了不被说 总之她的魅空属性是没有改变 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梗 不过看着林奶对老哥异常的关注 友希严重怀疑她也喜欢哥哥 但却被林奶否定 她对友希和男主产生的 都是同样的敬爱之情 绝不会于举产生成为伴侣的想法 她只不过就是主人们用顺手的道具 可友希却只是审视着她 感觉她不过是个斗恩 虽然林奶表示她不懂斗恩什么意思 但总之今后 她也会继续为斗恩超级女仆为目标行动 二次元宅宅友希实在受不了这种台词 最后林奶还转告了男主的话 他们兄妹永远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瞧给胸控友希高兴的 就这个兄妹互控爽 但如果这么一说 男主果然是认真想和她交锋 这其实也一直是她求之不得之事 现在外界对爱丽参选的评价 基本都只是觉得她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要光是爱丽她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加上男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友希很期待 男主下一步究竟会出什么招数 过去她无论从哪方面 几乎都从未赢过天才哥哥 但她如今竟然联合强力搭档一起挑战 哥哥和爱丽组合 这最值得她一战的对手 真是忍不住让人竭尽全力热血沸腾 真没想到 某天她竟会活成一副大爆粉模样 不过真正的学生会其实还算和平 友希和爱丽正在较量着玩扑克 眼看友希居然还敢再加码要更多 爱丽选择收手却又一次惨败 就心理战来讲 爱丽和友希一比 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 玛莎在旁边快乐吃瓜 至于林乃 则是专心负责美女合观在线发牌 剩下的三人都慈爱地盯着那边 爱丽果然是很不擅长表情管理 好懂得就连最单纯的学姐都看得出来 看来她平常的冷酷表情只是伪装 甚至还没有玛莎姐姐那般琢磨不透 她平常总是挂着一副圣母般的笑容 但实际上却是个神秘又特别的人 虽然学姐只觉得 这根本就是少根筋的天然属性 至于这个新加入的林乃 人者女仆的设定可真是不得了 会长很好奇她这样的言行 难道也是身为女仆的必修课 林乃从小就参加了爷爷奶奶的修行 他们一直都是周房家的家仆 不过父母就都是普通的上班族 也就是说这算不上是世袭的家业 只是由于林乃很憧憬当女仆 所以才来了个隔代继承 至于成为女仆的具体时间 她虽然早就不记得了 但下定决心要做的那年 才刚当小学二年级 说着她差点就口误出了男主的名字 到后来还是及时拐弯成了有戏大人 总之主人的人选也让她很满意 男主一看就知道她是差点说漏嘴 赶紧把她单独叫来让她小心些 不知为何林乃一见她 眼神里就坚定写着满眼敬爱 这搞得男主本人都是一头雾水 会长实在对她的人者状态很是好奇 为什么就连脚步声和气息都要隐藏 只是她的爷奶曾经教导过 身为随从和女仆 就是要努力让自己成为空气 所以从小她就经受过严苛的修行 因为聊得开心 她差点都忘了要给玛莎去饮料 玛莎顺势坐在了男主旁边 毕竟爱丽书排书的实在太心烦 她就暂时不去凑热闹了 会长有些担心那边的气氛 但只有真了解她的男主 才能明白她其实意外地乐在其中 玛莎也同样赞同这一观点 要问懂爱丽的人还得是他俩 瓶装饮料看起来已经不太够 玛莎提出要去再买一瓶 虽然灵乃不想让其他人麻烦 但今天这个新人欢迎会 本就是为了欢迎她和男主 怎能让女主角跑腿 但玛莎话风一转 让男主角跑腿应该没什么问题 男主莫名受了无望之灾 结果这帮人要的饮料 不但没有一个重复 甚至还有额外要求 但男主完全没觉得这些很难记 最强大脑里面直接列出了清单 走廊上玛莎郑重地向男主道谢 感谢她愿意和爱丽组队参选 她最知道妹妹的小傲娇 独自努力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个人能陪在她身边 让她有所依靠 她真的很为爱丽高兴 男主看着这样的她 突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难道玛莎是刻意在爱丽面前 隐藏起了自己震惊的一面 玛莎的微笑僵了一秒 实际上她确实不想和爱丽竞争 她知道妹妹是个 做任何事都要拼尽全力 非常认真的孩子 她最喜欢这样的爱丽 所以即使爱丽 不能完全明白她的苦心和爱 玛莎也甘愿为她 去扮演一位悠闲自在的姐姐 当然这也不全是演技 她其实本来也挺喜欢 适度有松弛感 只不过在爱丽面前 她确实会更注重 放大自己的这一面 玛莎实在是不想看到 爱丽孤身一人 所谓的兄弟姐妹 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虽然生来就比任何人都清静 但也不得不在意牵挂彼此 男主对这个话题深有同感 他之所以没有因为有希 而产生自卑感 就是因为他总是那样 傻兮兮地喊着喜欢自己 这让他根本无法产生负面的感情 但今天这个谈话让他意识到 难道有希 也是在他面前刻意扮演一个宅宅妹妹 虽然想了想他又觉得大概不会 但他还是不会否认玛莎的努力 他可真是一个好姐姐 刚才说的那些 就将是永远对爱丽保密的小秘密 这两人都算是隐藏了自己的正经一面 不过男主自认为 他的理由没有玛莎这么了不起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会如此 他是为了活得轻松 才愿意一直扮演不正经 避免任何人依赖 没想到下一秒 这蓬勃的长姐敢于母性 真是谁来都顶不住 就连男主都觉得 每次看到玛莎就会忍不住放下心房 隔天的走廊上 爱丽突然被眼睛被古山叫住 他并没想到对方是男主有希的CP粉 一上来竟然就斥责爱丽没品 怎么可以抢走有希的组队对象 爱丽被说得委屈至极 这根本就是在故意造谣他恶性竞争 眼看学生们都围了上来 男主也发现了这边的一样 赶紧主动跑过来解释 可古山即使见了正主 却还是不愿意相信 男主再次重申 爱丽被他这样冒犯完全是无望之灾 请他道歉 可这却只是让古山的矛头换了个人 他竟是要直接召开学生议会制裁男主 男主被他的不讲道理震惊 而爱丽也赶紧反过来为虎 可却又被古山骂成了 只有成绩的花瓶会长候选人 和搭档一起被白白骂了一通 爱丽怎么能忍 如果真要他打开 那也得两人一起上